7月21日晚,张亮影晒出妈妈与林俊杰的合影,并称,带家里的名门出来追星。 照片中,林俊杰亲密的搂着张妈妈,张妈妈笑得很开心,张亮影和林俊杰之前也有过作品上的合作,2011年时曾合作过《我非故我在》,之后在去年的综艺节目上,也合作过《匆匆大年和好心情》,两人是好友关系。 张亮影现身临近些演唱会,也有为好友站台宣传的意思,不过,张亮影带着妈妈一起去就意义非凡了,因为曾经母女俩因为结婚的事闹僵,而关系非常疏远,而这段恢复的母女情中,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,风科,张亮影曾经的恋人。 2005年,20岁的张亮影参加超级女生,早在这个之前,张亮影就认识了冯科,1965年出生的冯科,2005年时已经40岁,当年也是在她的帮助下,张亮影没有像其他结束比赛的超女一样,把经济约签给了芒果台,她也因此有了非常好的发展,两人在一起多年。 直到2015年7月4日,张亮影在长沙的演唱会上,才主动公开恋情,但当年公布恋情时,张亮影的行为就被很多网友,成为是一种逼迫行为。 当时,张亮影在舞台上喊话,我从人生的18岁到30岁,一直有一个人陪着我,我想好了,我要做一件我原本二十几岁就想要做的事情,不想再一个人过了,我已经想好了。 你现在愿意娶我的话就上来。 张亮影的这般话是喊给冯科听的,喊话之后,张亮影在舞台上等待了几分钟并没有人回应,忍不住擦泪的张亮影又对观众说,如果她上来的话,告诉我好吗? 终于,在万众期待下,冯科上台拥抱了张亮影,但并没有当场求婚,冯科的这个行为让很多人都直说,冯科并没有这么爱张亮影,张亮影勇敢的是爱,让这一段感情,算是正式面向大众。 同年十月,冯科在张亮影的演唱会上正式求婚,2016年10月8日,冯科宣布将与张亮影于11月8日大婚,但在消息, 公布后不久,张亮影妈妈一封公开信是棒打约让,感兴趣的可以马上搜索一下公开信全文,这封公开信,表明了自己不愿意女儿结婚,以及不同意的原因,冯科跟女儿张亮影在一起时是结婚人士, 欺骗女儿已经离婚三年,让女儿被小三多年,侵吞了自己和张亮影在公司的股份,冯科要把女儿当成挣钱的工具。 并且,张妈妈还表示,自己得知女儿要结婚的消息,还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,根本没人通知她有关此事的任何消息。 这封公开信一公布,网络舆论一片哗然,有人对张亮影要结婚却不跟妈妈说或者说伤了表示不解,也对冯科不断增加自己公司股权,减少张亮影和张妈妈股权的行为感到质疑。 这一切的疑惑,在10月11日张亮影的生日会上,张妈妈现身为女儿站台有了新的变化,张亮影和妈妈单场合结,还表示希望自己最爱的两个人都能好好的,外界都以为张妈妈不会再反对张亮影和冯科的婚事。 但话虽如此,11月8日张亮影和冯科在意大利举行婚礼时,张妈妈却并没有现身,之后接受采访还表明自己的立场,根本没有接到婚姻邀请,也不接受冯科。 之前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女儿的生育,并且也不会交出户口部,让他们去登记结婚,顶着不被家人祝福的压力,顶着使人不靠好的舆论。 张亮影终于和冯科结婚了,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,本以为张亮影跟冯科能够双宿双飞,一起甜蜜幸福的过日子,但结婚后一年两人的感情出现危机,2018年4月10日,音乐人们俩在两个月前的一条朋友圈内容,突然在网上流传。 这条消息里面提到,一个单红女歌手,在北京军屋令所,换旅款住了大半年,里面提到的人被推测为是张亮影。 随后有消息爆出,张亮影和冯科在2017年10月份就已经分剧,之后,张亮影在今年5月份,晒出自己的手部罩,原本带着的婚戒已经不见踪影。 虽然张亮影没有公开表示,这感情已经断绝,但她确实已经很久没有和冯科同化出现在镜头前,并且自己也出现了新男友的绯闻。 粉丝对于张亮影和冯科能够分开一室,高兴的直接抽奖到活动庆祝,网友对张亮影有新男友,也是祝福盖过一切。 如今,张亮影和,不会接受冯科的妈妈一起去看演唱会。 或许,也从侧面印证了与冯科情一段,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,张妈妈看人比眼光确实转,她离开冯科的张亮影,希望她不仅收获了亲情,还能遇到下一个值得付出的爱情。